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我签过什么重要的文件呢 什么是最重要的契约呢 通常买卖房子或重要的约定会签约 而神秘27章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约 是百姓与神礼约 宣告祝福宇宙族 这时候摩西预言 以色列人即将进到应去之地 而进去之后要在以巴鲁山上立起石头 而把律法写在石头上 并且用未凿过的石头竹坛献祭 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欢乐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听 今日成为神的子民 签约立约与神做子民的关系 听从神遵行神的律法 并且要宣告以下的事将要受咒诅 根据十届宣告神的话语 第二届提到了造偶像 败偶像的将要受咒诅 第五届提到了亲慢父母的要受咒诅 第十届挪移灵舍地界的要受咒诅 第八届引导瞎子走岔驱往正直欺负孤儿寡妇的要受咒诅 第七届讲到奸淫错误的性的关系要受咒诅 第六届讲到伤害人 第九届讲到了受贿赂害死人 要宣告这些事要蒙咒诅 让百姓心生敬畏 而进到应许之地之后 有两个山是相对而立 犹大立位等六个支派要站在吉利新山上 宣告祝福 跟随神之后的祝福 而吕辩迦迦德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鲁山上 宣告咒诅 很清楚的与神立约 祝福咒诅摆在眼前 随与四人要做出选择 新约的信徒 你我要做出选择 我们看到十戒不只是旧约的 也是今天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耶稣更把十戒背后 律法的核心因着爱而衍生出来 我们应当对神对人应有的态度告诉我们 因此今天我们要听这些话 更积极的是我们要献祭 我们要与神立约做神的子民 宣告顺从蒙福 而抵挡受咒 让我们一辈子紧紧跟随耶稣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地上有婚姻的签名 有房子买卖的签名 但更重要是我们跟神立约的签名 让我们既然认识你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让我们就一生更顶耶稣 与神立神明之约 让我们起来尊一生的话 成为神 喜悦的儿女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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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